网友对这个刘亦菲好像说您特别了解刘亦菲 刘亦菲是吗 我前两天写了一篇文章 因为刘亦菲呢 他本来就是个人妖 我觉得我在那本书里面详细的介绍了他在美国是怎么做变性手术的 刘亦菲本来就是个男孩子 可能大家觉得宋祖的干嘛 干嘛这么荒唐说他是个男孩子 没错 他本来就是个男孩子 后来他妈妈为了把他培养成一个摇权树 刘亦菲就是咱俩说刘亦菲是一个刘亦菲吧 对 就是那个 现在的演员 天上包固里面的演员 那个小龙女 小龙女 没错 一个焦地地看起来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对啊 当她是一个男 小时候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男孩 咱们说这个医院比如出的护士一拍 恭喜你生个儿子 生个儿子 这个人就是刘亦菲 对 去了美国以后 他妈妈觉得这个男孩子将来可能 他可能要成为摇权树比较困难 后来做了变性手术 在美国搭上了一个老头 那老头有一点钱 大爷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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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们特别有钱 那后来就花了一笔钱 做了变性手术 让他变成了女孩子 所以当我们在一些地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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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访长 或者靠近他本能跟他对话的时候 我们听他说话 他的声音始终是装强多数很虚假的 因为他的生的生的生的也做过手术 他完全就是做变性手术 所以刘亦菲本来就是一个男人 国人其实这个中国人 对变性的这个人 其实是可以可以去 又从正面的这个人 正面的这样一个观点去接受他 比如说这个韩国的何立秀 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粉丝 比如我们有一个中国有个著名的舞蹈家 金星老师 是 对可以接受 但是应该把数据增加到那边 您说到这 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有点荒 我没有证据 万一没证据 这个我们的访谈有视频 人家不会告诉你 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 那家医院工作 也就是刘亦菲 所做变性手术的那家医院 如果我没有证据 我绝对不敢大胆的来写这篇文章 而且这篇文章将会在我的新 我的新 我的新书 明星 点信 点金钱 点抗 里面 收录在里面 我写了十篇 不但我们今次访谈 说到这个话题 以后在您书里也会有 这个月底 我的一本书就叫明星 点信 明星点 信点 金钱 COM 其实明星跟信 跟信 跟网络的关系 那么跟信的 我就重点写了一下刘亦菲 我觉得这简直是太 天大的一个谎言 他为什么在国内这样 招摇撞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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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谎言 难道不要把它积开来吗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就在他做变性手术的医院工作 他提供了非常确切的证据材料 我看我 可以的 因为